池上乡为了争取成为台湾第六座被国际认证的曼城乡镇 去年开始展开一系列的认证准备 4号意大利国际曼城组织总部理事长还有秘书长 亲临池上进行参访 而乡长林建宏亲自安排实际走访池上曼城小镇的行程 并希望在这个月就能够传回好消息 池上乡长林建宏正带领意大利的国际曼城总部人员 一同登上竹筏并漫游在大坡尺的湖面上 同时也向曼城总部的人员进行大坡尺的环境介绍 池上乡在去年开始筹备申请国际曼城认证 而意大利国际曼城总部的理事长以及秘书长等人 4月3日来台造访 第二站选择来到池上进行访试 乡长林建宏化身成为导览人员 带领曼城总部的人员在乡内进行走访 要让他们更加认识池上 而乡长也表示 如果顺利的话 在4月底就能传回好消息 池上乡我们今年在申请国际曼城认证 那今天 今天有幸就是得到我们的 意大利的总部的理事长跟秘书长 来到池上做这样的一个参访 那希望透过这次的参访 可以顺利让池上乡可以扩关成功 然后预计在4月份就会有结果的呈现了 我们希望这个城市呢它是一个很多面向的城市 那我们也希望这样的一个经验呢可以分享给更多其他的人 那当然也希望更多人能够共同参与这样的一个城市的发展 那也是他们所希望的 而在地的商家者表示 希望能够真正落实曼城的理念 让曼城的精神能够融入社区 当然这个认证这个部分 当然是我们是希望透过它 来检视池上有没有到达所谓的曼城的这个部分 这个这个部分 这个这个是我们想要去检视自己 检视自己 当然当然你假如说一次国际曼城 你达到一个国际曼城的时候 当然你在国际上的曠光度当然就会增加 但这个不是我们想要去去追的 我们最重要的是希望我们能够把曼城这个精神 有没有落实在我们自己的生活里面 这才是我们比较想要去做的事情 池上香公所也表示 国际曼城审查最快在4月底就会有结果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池上香将成为台东第一个获得认证的乡镇 也能够逐步拓展国际能见度 让更多外国游客有机会认识台湾以及池上 记者陈吉林池上香报导 对那你现在还能够找到一集的乡镇 好 好